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补救 什么办法 找素人 咱们别坐在这干着急 想想办法 人体育比赛不到最后一秒 都有可能会有逆转呢 是不是 咱还有时间 想想怎么补救 小小 你干吗去啊 奶油多多的新冰冷 还有新出的芝士蛋糕 薛大姐 您尝尝 霓裳五年前项目做什么 太早了 对你们也没什么参考 好价值 我就随便看看 行 一四年往前都在那边了 你去那边找找看去吧 老板 老板 福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补救 什么办法 找素人 素人 明星的流量固然重要 但是鉴于明星圈层细分严重 选择不当反而会引起反效果 还不如找素人 再说了 咱们什么出身 传统即时新闻出身 发掘深度踩入我们的强项 这就好比田鸡赛马的道理 可是咱们这个名字叫做面具之下 那这素人就是普通人 那普通人他哪来的面具啊 当然有了 你想想 咱们每个人不都是戴着面具 进入这个社会的吗 白天一着光鲜 晚上垂头丧气的 是不是 再说了 虽然流量是支撑节目数据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流量来了 咱留不住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还不如踏踏实实地 找到更多人共情的点 把节目做好 留住固有观众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同意小小的建议 来 我们商量一下 乐总 那你说我也是素人吗 拍我可不可以啊 乐总 我觉得可以 小小 你简直是太厉害了 帮我们在家出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子 老大 嗯 你真觉得可以吗 可以 把东西收拾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